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的如火如茶 车乌阿茶 你们有没有去看我解说比赛啊 你们有没有看我解说比赛啊 没有人看我解说比赛吗 看了那么一会儿 为啥就看了那么一会儿呢 这还能看吗 这也能看好 咱们看一看 看看巴萨若燕是谁 巴萨若燕是谁 本局禁止照片 对啊 巴萨若燕被吊打 你们知道他打的是什么 他打他们打的是比赛服务啊 被吊打 你看你看还有照片呢 你看看没有 这边一四王源鸡 这边周防司马昭 这边陈琳耀静这边都是三学的 一四上什么刘峰 刘峰郭怀可以 我可能会上 喂喂喂 能听到吗 能听到我可能会上一流风四郭怀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我还没打开录像呢 我看那个巴萨若燕和西蒙在打呢 这边我可能会上流风郭怀 这边会进周防司马昭 周防司马昭的话 这边可以来一首 他没进司马昭 把司马昭给放了 把司马昭放的话 那我来一首司马昭那个谁呗 谁啊 司马昭法政 司马昭秦密也行 我们还是先来复盘吧 我好了 我这么大大哥怎么 我看他们选 我看他们这一集选件啊 我看七宝好像又被打败了 他果然是司马昭秦密 什么叫又 你说又什么意思 不是就是我看他怎么 他来了一首许楚家流风啊 我可能会上流风家过怀吧 对因为流风用来卖 对啊 对啊 是我我会 是我是我 是我是我会上流风过怀的 这许楚没有用啊 你这边放秦密的呀 那你这样不把我们的战术暴露了吗 没暴露啊 不是你上 不是你这个局放秦密 那你上许楚呗 这许楚呗 他上许楚想秒司马昭 不可能啊 你表啥啊 这流风过怀 对你流风过怀 你看我跟你说 这局上流风过怀 就雪克对面 真的 就克这个秦密 他把他进的是那个谁 这个谁把司马昭给放下 这个巴萨鲨鱼是不是就是炎帝中树杯跟文洞的那个 不知道 哈哈哈 我不知道 炎帝你说这局谁有 喂 喂 看完这一局 打完这一局 看完这一局 没事没事 你让他打完这一局 我感觉这许楚废废了呀 这许楚 我一次两个决斗都可以 他参决斗了 为什么没弹幕你们不发弹幕吗 那我你们不发弹幕我就下了 这个前面没有杀怎么也决斗啊 没杀你决斗啥呢 不好 这个上郭槐啊 是我我真的上刘峰郭槐的 我跟你说上刘峰郭槐这把是优的 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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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上刘峰郭槐真的吊打对面啊 我好像这他妈 我也去先我也去偷瞄一眼 我我问你刘峰郭槐是不是吊打对面 绝对吊打对面 你看就一个徐楚都他妈的 一个刘峰加徐楚都把对面搞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换成郭槐 郭槐肯定比徐楚厉害吧 是的呀 咋还是欺负人家吧 不知心思 不义的吧 来了一首司马昭 他起密是保司马昭的 对啊 他那边进了个州访 还进了个谁 把司马昭给放了 我忘了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上这个 上起密 他就为了保司马昭的行动 其实司马昭这个武雅 不知心思 打多了 对 保燕基 司马昭 州访这三个样子 你把司马昭觉得是最弱的 你承认不承认 喂 喂 他的这个屌方眼力老打的官卖 我看他操 奥里哥 刘凤凰和雪刻这个 啊这起密啊 不好 快点 放风 他只能拿他可以去拼了 他都不敢用别的 他都不敢用排队点回去拼了 这把不是许楚丽啊 是刘峰丽啊 这把是刘峰 看完这一局好吧 不是你他妈的 不回答我 那个司马昭王元基周访 这三个样的应该司马昭是最弱的 不不不周访是一号位特别厉害 一号位周访真的特别厉害 比赛我比赛我可能会上夏侯士 我比较喜欢夏侯士 比赛我比较喜欢夏侯士 夏侯徽对吧 对面如果进楼 夏侯徽来一首夏侯士给夏侯徽 夏侯徽给夏侯士 不不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组合 我比较喜欢这俩武将 如果进了我就不好打 就如果进了这个两个武将 我就不好打了 打不过的呀 虚初打不过司马昭 你看你如果换成郭怀 郭怀就可以打司马昭 那我问你郭怀 当下司马昭谁厉害 啊 他妈的 炎帝这个比老关麦 炎帝我问你郭怀 当下司马昭谁厉害 这个他司马昭要赢啊 不是我就问你郭怀 当下司马昭谁厉害 你有没有一个 郭怀肯定郭怀厉害 对啊 那所以为什么不上郭怀 刘芬 哎人家想练练续楚吗 你话挺多的 续楚练什么 续楚就裸一出杀吗 练啥 徐楚还有练吗 要练也是练在母平脸这种 也操作的 母平脸确实 母平脸是 你看你看他们那天比赛 他们有一个失误 不是有一个失误啊 就是 就是母平 就是 是母平脸 他觉醒以后 他要发动那个技能 拿那个 绒 他必须自己手里有牌 才能换 如果你手里没有牌 你把牌打光了 你想白嫖 嫖不了 不能换了 这样吧 这是直播了吗 那必须是啊 也不想我 走吧走吧走吧 看看 不玩不玩不玩 他们已经逃跑了 打不过就逃跑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直播话真是多 那 说我还是 说说我还是说你 不是说谁 就是直直播那肯定 哦 那你们喜欢 就是喜欢无声直播是吗 直播不说话 就是直播不说话 无声直播是吗 那也可以 靠意识 靠意识交流脑电波 我我我没说话 你能感受到我的感受吗 那那那那那那可以 我我还无声直播 我还省劲呢 真的 什么什么什么张商铺赢不了 你把那个扩展名改了吗 我没改 没改 你不早说 我还没改扩展名考 哎呀我会 我他妈还不会这个 我操 不是我跟那个号神说的 你还能不会吗 你天天那个晚上好 那个迅雷 金嘀嘀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你在下载录像 还是下载小片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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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其实你们可以去看比赛 哎呀下周比赛我不一定上 我等着你呀 今天你看了吗 我其实我没怎么看 我八点开个会 看看我没细看 稍微少了一点 没细看 咱们去分析 哎呀咱们这视频 咱们这视频还需要看吗 我跟你说就我跟你说 真的我就判断身份 就是哎就我不说 我懂了天花板 肯定肯定肯定天花板 我跟你说我判断身份 就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是绝对有的 你们可以 你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绝对有 你这个吹逼的方式 我真是学会 哎你们天天在在那看我 就是我看各种比赛 就你们总说什么谁谁 你不认识咋的 哎我看了这么多比赛 你见我推错就判断错的时候 有几次 就基本上就根本见不见不到 我判断错 全部 无论你是谁 你的选家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他们说这组主宗分高 主宗分高 主宗分高就说明反贼混 就反贼搁混 反贼搁混 不信咱们出盘来 我已经暂停了 如果反权营也就说明有菜的 主宗权营一分 我已经暂停了 现在是孙权主宗二号为反贼 那这个肯定是 那选许游啊 还用说吗 这个许游啊 还就开吧开吧 这个许游不用说 没肯定许游 你主宗爱打我不打我 反正我就许游 对许游 你分析一下江面呗 我这个地方 其实分析一下江面啊 这个对位的下国员 可以标个反了 对 因为这个下国员不是塔子 是必反 如果是塔子可能是中 但是他可能也赢不了 有一说一啊 这个这个江维不像反 江维不是中 也不像反 对 那可能是内吧 可能是内 然后咱们知道主宗是反 所以需要再找出两个反贼 八号为 两个反贼挺难找的 八号为布链诗 这个不马合胖 这个不马合胖 八号为布链诗 其实可以当中 因为他毕竟是八号 然后沙漠科孙号张星采 其实真的很难找 这个沙漠科星采孙号 你不能 你不能主观一段 而且而且他 只能找到夏侯渊是反 江维不像 我而且我再 我我再教大家一点啊 就是你孙权主 看见这个二号位许游 怎么处理呢 最好的办法是有乐 把他乐住 不打他 他是反 你就可能把他乐住 让他不能打你 他是中 你乐住也没有关系 反贼是不会去打他的 这个二位的反贼 最好的 二位的许游 最好办法是乐住他 如果你实在没有乐 那么你就限制限制 他手牌 其实其实许游 二位的许游 你不需要打他的血 因为你他是中 你打他血就很伤 他如果是反 你下手牌 你打他的血 反贼就把他推死 对 他是他是反 你把他手牌限制就行了 咱们看看生权怎么打 开吧 他们说不练是尴尬 八号位不练是没问题 八号位不练是怎么不当中了 感谢打鼓舞的三张半卡 打吉吉的三张半卡 非常感谢 开始了我也开始了 他放弯件了 感谢大吉吉的四张半卡 你这个名字有点 非常感谢 主公来了一手铁锁连环 主公是不是没制衡啊 那说明手牌防御力很高啊 有无险 最少是有三张到四张防御牌 防御牌很高啊 最少是有三张或四张 这个八卦阵自己挂上 不要空顶 你怎么比我快啊 没事就快就快一点 没事我赶一赶吧 八卦阵了我也等 赶一赶 我就参见了开五五了 对开五五开五五 我现在一倍速 刚才两倍速 我能拿个顺没问题 这个八卦阵我不会空顶的 我会自己挂 对这个二号位 你是二号位的徐 必须要活到第二轮 顺一下孙权 他不让顺 他不让顺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把八卦阵空顶了 为什么 因为姜维好像有个顺是吧 不对 那个顺已经没了 开五五了 那可以挂 挂起来挂起来 没问题 他不让顺 他不让顺 姜维说我是中 对带个八卦阵过来 没问题 这一手耗神的打法 没有任何问题 好这边沙漠哥跳法 你怎么又比我快呀 我没暂停呀 你老暂停吗 我没暂停啊 我没暂停 沙漠哥跳法 反正就干了 干了孙号和祖宫 然后夏侯渊继续射 我当时看他们马后炮 说夏侯渊应该射孙号 这个就有点马后话 你为什么要射孙号啊 你为什么要射孙号 我知道他们说为什么要射 因为他们觉得布列师是名反 其实是扯淡 八卦位布列师怎么不能当中的 这个局这个局哎呦 我现在你暂停一下 我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啊 这个局夏侯渊九杀孙权 我现在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把孙号收了 不是不是 孙权没有出过闪呀 孙权是没有出过闪 所以不要九杀 因为孙权是起手没制衡的 因为孙权是起手没制衡的牌 你自己去想吧 起手没制衡的牌是啥的 因为这个许优的顺手将会打无限了 对 你是名 孙权没有出过闪 这个真不是马后话 其实他可以不翻面 对可以不翻面 直接过 我给你的 我给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打孙号有点马后话 因为布列师可以当中的 说打孙号 布列师八卦位当中怎么了 八卦位怎么就不能当中了 只能说打孙号 你赌对了 就赌这个地方 你暂停一下 这个你暂停了吗 你到孙号其实打错了 他不能先雷杀再酒火杀 因为你雷杀 骗不到啥 你要先火杀再酒雷杀 什么什么雷杀酒杀 他不就是只能出一张杀吗 你他妈的你没看到他有连弩吗 没看到了 是比我慢吗 我五分十六秒你呢 行判就我五分零几秒 这差不多得了 他是啊 他这里啊 对 他这里都杀中了 那就无所谓了 他都杀中了 他确实 他确实 另外我觉得你自己没有杀 这个人家给你什么眼太大了 因为孙号过这么多牌 怎么说呢 不一定 反正他有可能铁锁连环什么的 对 铁锁连环什么的 这里判了个二点是吧 判了个二点 布列师要死 不过他怎么会毕竟会打布列师 你看许优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局啊 这个局机有闪被拆了 是吧 有一张 他说有一张闪被拆了 哦 拆了一张闪那倒没问题 拆了一个闪 他里好像看了 刚才说那个许优是拆了一张孙权的闪的 然后 但是但是但是我觉 但是我觉的孙权没制衡 手牌的质量应该非常的高 只需要是他就制衡了一张牌嘛 这个东西不好说 这个张心才为什么 他这么多杀 他为什么最后那么早打九杀呀 被他想九属性吗 不是啊 你先杀杀杀杀到最后的时候 铁锁九属性不赢了吗 是的 是的 应该应该那么打 这个心才打 这个心才打得不好 他一看撸了张杀 就让杀木哥把它给发育了 这个地方他这个牌区是错的 他自己应该先杀的 因为因为许优是认了这张杀 张心坦的摸一张牌 这个 应该先杀孙权的 夏侯的闪被拆了 不是孙权啊 是夏侯的闪 对啊 主攻没有被拆闪呀 变成号的时候 他说是夏侯 夏侯渊安的闪 怎么夏侯闪不开了 我看看 我看看你的出牌 行牌诡计 我都因为我那伙都没看 我看看 二号位 我看你怎么 许优摸了 铁锁梁环 顺手欣扬 拿了个过货拆桥 你顺了他一张牌的 是顺了他一张牌 不是这个江维还火攻攻炼尸 干什么 还不把终身打死 你这个没问题 这个孙权有一张闪 是被那个 那个谁 你顺过来了 是顺了一张的 只是第二个 真的被无限了 我仔细看了 我也道具就看了一下 所以说这个没什么问题 你你是这个孙昊 这一轮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跟我同步的 不知道不知道 反正大概差不多 你就说吧 我是说我是孙昊 他手里有两张红红 我不想杀不连事 我想杀沙梦科 因为沙梦科上轮扔了两张闪 这个 沙梦科这个古丁导手里肯定没有两张闪 对没有两张闪 你可以杀他 他有两张红杀 你直接杀沙梦科 他有个乐 他就是想摊一下嘛 今天没有亲自上场 今天是复盘的 这个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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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局没有活到第二波 其实 其实这个局就很难推死 很难了 就只有沙梦科一个人 你别看主攻医学 真的 你别看主攻医学 因为内奸也会救主攻 内奸也会救 三个人救 对啊 他是三个人救主攻 哦 这两个人 哎 巴赫卫不练师怎么说呢 这没问题 没问题的 巴赫卫不练师 至少他死了 他有个追忆啊 是合格的吧 真的是合格的 沙梦科断杀了 沙梦科 沙梦科那轮 他不是断杀了 我告诉你 沙梦科听到有杀 那轮可能他也不会出的 他打决斗那轮 因为主攻肯定是有一张闪的 对 对吧 这沙梦科有一轮 不是那个决斗 感谢众树的十二张办卡 非常感谢 谢谢众树的十二张办卡 非常感谢 谢谢众树老板 现在基本上反对就很难赢了 因为内奸也会救的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反对 必须要配合内奸去打心裁 你打不到 感谢达吉吉的四张办卡 非常感谢 谢谢达吉吉 非常感谢 龙刀追杀 金财肯定有桃 这个局沙梦科要偷煮 必须要虚报了 想办法虚报了 那肯定啊 所以说把桃都吃了 不可能给不连石留桃的 因为你龙刀 这个主攻击其实很容易忘了 这个主攻击特别容易忘了 对啊 那天那个 有一个我忘了看谁的录像了 他就忘了给主攻回来 别念名字 但是前几天你忘了可以 现在不念名字怎么感谢你啊 现在是真的不能再忘了 好吧 打到这个局其实就很难了 真的很难了 我当时以为我说张木科必须要有一波偷煮的能力 但不连石追忆的那一波 对吧 不连石为什么不先撸呢 这都啥排序呀 不是我怎么感觉 我跟你时间不同 还是不同步 就是他先撸的 然后再顺 你现在多少时间 哎 就十十十 我十十六分 我没暂停 后面我就 后面就不暂停了 你看不连石先顺再撸 这肯定永远都是先过牌 永远的 排序都错的 这个局啊 就是这一桌 就是正常来说 因为他是分地高 第二高的那一组嘛 第一波没有推子孙权的话 就会被反扑 是一样的 对 这个主攻 这一轮主攻打的 可以上来 他只跟一张全部留防 对 这个孙权没有瞎逼全制衡是关键的 瞎逼全制衡可能 两闪一逃 对 他要是瞎逼全制衡可能就被下方院给射死了 而且 而且他还防了一种下方院翻面酒杀 正常啥 有很多人会不防下方院翻面酒杀的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 有很多人就是不会啊 你以为我没见过吗 他只能先把心态杀了呀 他只能先把心态杀了呀 包括这木马三血三排 这种局就看吧 垃圾时间了 我觉得根本赢不了 我也垃圾时间了 我放四倍速了 放几倍速才 放吧 四倍速 反正赢不了 因为姜维太弱了 他没有觉醒太弱 真的太弱了 这个时候真的就没 吹不死主攻了呀 你只能去打 这个你看他都跟他配合 上个哥跟他配合 我怕 孙浩这么多槽 你看他这个地方直接九杀孙浩 因为孙浩上人会乐的牌 哎 这是这孙浩 哎 孙浩这南蛮 这孙浩这南蛮放的好烂 啥 瞎逼放南蛮 有什么好放的呀 对啊 这个南蛮有什么好放的 这南蛮有什么好放的 不是瞎逼放吗 有 你说南蛮放有什么意义呢 哎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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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四血 他摸一个那个 江维挂个帐巴 你可能放南蛮 你打谁呢 然后可能还打无戒 让杀孟科摸三是吧 不过不练吃 这个这个赛季 确实不是特别厉害 不像上个上个赛季 其实不练是还可以的 这个孙浩没必要吃到五血 你留到四血 对 对啊 孙浩那个桃 瞎逼吃 导致孙浩少摸 导致孙浩少摸 好几人少摸牌 他这么喜欢吃 不是你四血四排 你吃草儿干什么呀 有什么好吃的 对啊 你三打二这个南蛮 根本没有任何必要 对三打二南蛮有需要看 你消自己的杀 对吧 孙浩那个南蛮 就是瞎放 真的 纯瞎放 对面两个壮汉 你可能放南蛮干啥 对面两个壮汉 对面两个壮汉 就慢慢打呗 这个星彩慢慢跟孙浩一样过牌多 对 这个这个局 这个局我跟你说 星彩过牌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孙权志恒 他肯定能摸 然后孙浩扔牌也能摸 然后姜维这个将 他手牌溢出 他必扔牌 你也会摸 所以这个局星彩非常的强 你看 你看星彩 包括沙漠哥 他也会扔基本的 就是这个局星彩 他强在 每个人都会扔基本 他就是每个人都能摸牌 咱这里把这个孙浩推了 但是呢 推完以后 他们的状态就顶不住了 主要就是孙权状态太好了 这局输在哪呢 其实 其实也不能怪反贼 反贼就是因为你上来 打主攻没打死 然后他们一反扑 就把你们给打死 这个局啊 我不马后炮 如果夏侯渊没有拆到那个 九拆的是闪 九杀 如果说孙浩跟星彩没有逃 主攻应该就没了 主攻就可能没了 这个东西 他八会不可能选一个推存拳的 他选一个不练师 没问题 他八会不好选的 你们老是让八会选这选那的 哪有啊 下一局下去 你们自己没玩过八会 我已经放完了 你别八倍速了 我这个也放完了 就直接下一把吧 直接下一把 这个比赛我跟你讲 有许有主必选 就有许有主必选 不要问我为什么 如果不知道 应该是目前胜率最高的主 你不要 你不要你你不要不要问我为什么你这个都不知道就没什么说了必选你分析一下降面吧我分析一下降面 还真的很要很需要分析降面的好吧 分析降面啊首先啊我暂停啊首先这个国家你不管他是什么你肯定要杀一刀啊就甭管他是中武还是反你肯定要杀他一刀的这个徐氏 不用分析国家不用分析你肯定要杀这个徐氏我是觉得你这个位置选个反贼就是出来送瞧不起许有许有你垃圾也打不死我我就是反怎么的对我投铁我就投铁我有金刚钻我有盾从这下面来看太尔茨和徐氏是比较像反贼的对然后然后然后这个里约也比较像反贼对然后然后大数据的话可能元素稍微偏反一点大数据 当然三号远远跟二号的大数据比差不多了就是二号位二号位大数据的元素反贼是95.823%三号位三号位就值三号位就值八十八吧也不是三号位就直接降到76.727% 就直降如果是如果如果是四号位就就降到51.376% 那不过是五号位呢五号位就50%了 哈哈哈哈五五开了这个就国家不用分析你杀他一刀对你要杀国家子对他先杀一个这个然后他这边他他他这个他他这个办法很好啊有有两个有有两张方便杀了杀一刀国家杀一刀国家 反正这徐氏选的不好啊反正是中也不好是中也没有 这有万箭啊 这个仁王顿可以先对先陈略这个这个这个张张姚跳法这个万念应该给 郭家打的当然去取游有无限就没影响了但是还是要给郭家打的 因为因为你给徐氏打保他一血即便保了但郭家又给两张杀你还是亏的怎么都是亏的 就所以你要打就是给给郭家打要不就不打了 郭家这个比较聪明你把陶给出去对你把陶给出去让他刷 一定要把陶给给出去这样才能刷 让他刷一轮刷把这个徐氏打死建立优势 对吧都不方便 对所以说张张不如果打无限也是给郭家打也不可能给徐氏啊 那这个牌关键他没有给就不让你放了不让你放了对那那那那那那许优那许优也不知道那无所谓他的事那是他的事 你看直接就打死了直接打死然后打你说你杀了这个徐氏之后你会打谁啊 打谁反正打谁反正你也打不死就是砍一刀而已你想打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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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打泰尔茨的 泰尔茨是最反的我会打泰尔茨 这个万劍不给没问题郭家就是我没有逃了 郭家没有逃怕主攻裸奔的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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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万劍给了万一 万一万一主攻放呢 主攻放你闪不闪 这个元素直接跳中了 谁想弄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二号位的徐氏我真的建议去查一下他的选项框 对查一下选项框二号位徐氏要扣分的 你这就是看不起徐氏主攻徐氏是个菜兵 哎哎哎你等你等你等一下这里这里沙漠哥去顺元素不要打无蟹让他顺 因为这个沙漠哥摆明是内了因为这个李绝和泰尔茨不可能是内你让他顺 你让他顺无所谓的你这个无蟹留着 而且你是一张红桃武器要控勒的你让他顺他一个内 他打中就打呗你一个许有主不太多 你看他你看他后面还杀了一刀李绝看见没有 对所以说你让他顺 他更会打李绝的 对所以我知道我不会杀李绝的对我也不会杀但是呢我肯定不会吃他顺元素我是不会打无蟹没有意义啊哎这个李绝打了个零好难受啊 你干嘛去吧出差去了 这个郭家直接开一种问题你看郭家没有闪淘酒没有人敢杀他对没有人敢杀他 没有人敢杀他 这张西张张普直接被打死了那就反对就没了这里真的这里他顺元素你不用打无蟹没什么打的 你看啊这个这个万念齐发沙摩科没有闪你看好了这个闪电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挂为什么要挂闪电你这么大优势不要不要挂闪电你其实你其实之前那个无蟹留着无论是防乐还是控闪就是防止自己被批都很关键 因为这红桃的无蟹红桃的无蟹红桃的无蟹是可以保证乐一定出来的 因为这个局不会有人选司马懿张普也被禁了 司马仪太弱了太弱了这个闪电也没必要挂你这个闪电 优势这么大 你看这个地方要是你要许优被中闪电批到医学我问你怎么办这怎么办你一会被狼袭死了你暂停一下你暂停一下你暂停一下我都不知道你道本我暂停一下我是6分钟40秒我是许优这一轮我想打沙漠科我跟你讲一下我的依据因为万件沙漠科没有出闪的 他没闪你要击杀他 他万件沙漠科不可能不出闪我这个有简易吗我顺沙漠科的手牌或者是什么顺木马 你配合元素把沙漠科打死可以没问题我这个太尔茨是四学三排沙漠科是的你把你把沙漠科击杀了然后然后然后这个李绝砸国家砸死就砸死呗国家死的应该赢 对啊国家死的也能赢你就去顺沙漠科干沙漠科因为万件他没闪必没闪对对打李绝也行你不用打太尔茨不用打太尔茨 太尔茨这种这样的血不是最好还是打沙漠科太尔茨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太尔茨不可能打反了太尔茨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对不对你顺他的马车你杀 这局这局徐氏应该查一下他选件框如果选的不好应该给牌的这徐氏选的就是送了白给零分白给你选一个明反然后还没有防御 沙漠科过啥牌呀万件齐发他不是白给吗万件齐发都掉血了哪过牌了呀你好歹选个四学的对吧你选个攀凤也行这至少四学吧 不是他们说沙漠科过牌我想知道沙漠科过什么牌了万件齐发不是掉血了万件齐发掉血了 哎呀就算过牌你打他也无所谓有什么呢真的 对对万件万件齐发没闪确实避免因为他不可能去防别的别人不会打他 你能理解我的思路吗你打这个太尔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是这个太尔茨三选四选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先杀内跟杀反是一样的因为内也会杀不能因为选将扣分那你得看你选将过分不过分你不你太过分了肯定不行啊 你要是这么打的话我跟你说郭家跟元树都反正元树肯定不会死 哎不不不过这个局不过这个局以许优的状态 这是没必要啊没必要就是没必要其实可以就是让元树活着 就是就是郭家死了就死了但这个元树你就可以保他的 对这个喝美许优的操作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这这一打三个剩下三个瓜皮这状态 但是这个闪电还是其实就很危险你要真的被批了其实很难受的 对这个局闪电不要挂那一轮直接打死沙末科 都是局不用不挂人家的 你跟元树打李绝太尔茨不是稳言吗 是不是 沙末科手里明九啊因为上次说过一次 沙末科的牌不好沙末科肯定没太尔茨危险 他这里是正好有那个闪电判定可以把沙末科批死 这个相当于给了内六分嘛这个都不关键我觉得就这一手他可以打得更好 因为主要是你要记住国家万箭沙末科没有闪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随便打我都已经放完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想什么我就想说就是徐氏选家有问题 然后这个徐氏他坑了自己他坑了张妈啊因为他自己没有闪 对他把张妈他把把张妈给暴露了 对然后直接打了个无蟹然后这个国家一种万箭人家酒杀 我跟你说我是张妈我绝对不打无蟹这个人就卖了得了 对让他死了我给你打无蟹干什么 这个徐氏死的时候带了一张闪死了你知道我不能放了酒杀 对为放酒杀结果人家铁索杀国家了就是这个 铁索杀国家了这个你没你不能保这个徐氏了 他已经是砧板上鱼肉他自己愿意选 我必不打无蟹把他卖了 这个局就让他死让内奸跳过来四打三 对他自己愿意选这个他就去死了 不是我我想问一下鱼吉是关不掉吗 我到了第三年了鱼吉是关不掉 鱼吉好像能管鱼吉好像能管 不是谁能告诉鱼吉到底能不能关 我真不知道我反正我没见到过这个五家 这局反对你这局反对你会选谁啊 你会选谁啊 我看看啊 李绝吧 李绝六合位也可以吧 可以吧因为没啥真正的影响 一定会打你 但是徐氧如李绝 但是你只能选李绝 不选李绝你就只能选曹瑞了 不不不曹瑞不能选 要选就选泰尔斯不可能选曹瑞 对这泰尔斯反正你想曹瑞 你想曹瑞很容易吃乐的 就是前面反对很可能乐 对对对觉得你是中 你这个局又跟刚才一样的你看又是属于主攻的国家 咱们看你分析一下吧 你咱们老从你老不跟我同步了 自己我分析啊 就国家不用分析 就他自己会去杀 对 这帖主位刘峰不知道啊 他是八号位你不用管他 我我我我我 我觉得这个三号位孙权是反 我是我我就干这个孙权 是我因为这个孙权做不了中 这个国家你首先先干一道 看他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如果国家跳中了 我必干孙权 这个刘峰不值得干 大数据显示 许优主前卫的孙权反贼概率极高 大数据显示 后后卫孙权不一定啊 但前卫孙权大数据就极高 因为你前之位选一个孙权 你做中就不合格 不合格 给许优做中真不合格 为啥 因为许优 因为孙权这个国家 首先做中神能力就很弱 你不要觉得很强 孙权做中很弱 这个八华为刘峰 其实你很难定义他 因为他八华为刘峰 对他就因为 而且我就瞧不起刘峰这个将 我就 要不开吧 反正看他看他怎么打 反正反正国家 他有个南蛮的正好 南蛮是最好的 开了你开了也不跟我说 开我刚开刚才刚上来 好这个李爵 李爵直接跳反了 直接给国家打诬陷了 那就直接干李爵呗 不用学的没必要打了 真打打了就打了 我也觉得没必要 因为你记住了 许优想要刷国家 国家很容易啊 你是拦不住的 拦不住 你拦不住的 你这里跳出来 他就要打你了 他又拿了个南蛮 那这里 那既然山沐如李爵跳了 你就不打孙权了 打李爵呗 你跳出来的话 那肯定先打你 更稳 对吧 分析归分析 但有人跳出来 那就肯定先打你 这个刘峰其实真不知道是啥 我早就八华为刘峰 真的我也 我已经 我已经八百年没见过 八华为刘峰了 这个孙权抢了国家的酒 所以说孙权就不可能是中了 五五风灯吧 我看一下 五五风灯 我看拿了什么 对 拿了个酒不可能是中 沙漠河拿了冰 沙漠河拿冰 其实不好说是什么 这不好说 沙漠河没有拿起我啊 你这么想吗 你要这么想吗 他没有拿起 他就打你 孙权肯定不是中 好 那沙漠河是中 你不要打无谢呀 你不要打无谢 无谢为什么是难满 你讲一下 但你讲 什么什么 他说许优那个 开南蛮打无谢 为什么是财是南蛮 不是无谢 不是不是无谢 什么什么是财是南蛮 不是无谢 什么 他开了一手南蛮入侵 主公不是开了一手南蛮入侵吗 啊 因为 因为许优的事财是第一张牌啊 你无谢是第二张 第一张牌是南蛮 无谢是第二张牌啊 咱还是第一张牌的 这还用问吧 我到沙漠河这边了 我开始了 沙漠河就一阵干旅杰 干生权 一阵干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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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又不知意思 然后他直接适生权 决斗 你看二号选沙漠河中 没啥问题啊 就没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不太愿意打你 不是不太愿意打你 不太愿意 这个局许优 你绝不跳出来 他可能会打神拳 打流风什么的 他不会打你沙漠河的 他不会打你沙漠河 他确实打不到沙漠河 这位置 对他打不到的 你知道吧 这个沙漠河干这个孙权 没问题啊 沙漠河人家是中 人家当然干孙权了 对啊 人家是中还不干孙权 他肯定强干孙权呀 其实这里孙权 不能确定一定是反 只能说是反内 对他肯定不是中嘛 因为中神已经齐了 那肯定当然不是了 因为国家沙漠河是中 剩下不是反 就是内了 这里张商骨家 刘峰有一波联动 其实这个孙权 其实内 他不用喝酒这样的 对是的 他没必要喝酒 他酒自己留着 我觉得这个孙权 如果室内这么打就不对 对室内你留着酒 你打酒啥干啥 有啥意 你就已经三血了 你这根过你又没杀 对你就过了 你就过了 你杀一刀就意 其实是不杀都可以 说真的 对不是 为什么非要打酒杀呢 他酒杀你 他又不是为了仇杀你 对他又不是仇杀你 人家是忠臣 在那打反责 就是他打你是有理由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 他好像打你 你孙权回到四血 你保持四血 四手牌不香吗 你这样你还有赢的机会 你打比赛 不是为了报仇 对不是为了报仇 不是说谁 不是说谁那个 散摇了你一个桃吃了 你就去给他打 而且在孙权的视角 后面是四连反 你不能这么打的 真的不能这么打 他这个酒杀 就是这个导致 杀蒙哥没有啥 这肯定打杀蒙哥的 不过牌了 对吧 对吧 你不能因为别人 散摇了一个桃吃了 你就对着他打 那你的心胸也太狭隘了 这里为啥要顺人王 为啥不顺 行吧 其实我可能会顺龙刀 因为国家的人王 会卡许游的刷牌 但是这个仇海怎么说呢 他就这个地方打的挺好的 你暂停一下 这个孙昊把这个许游 打到医学了 给李爵开了技能 对 这个太环境了 不然李爵就废了 不是 我是觉得李爵 没必要顺这个人王盾吧 我觉得是许游 如果能活 不是 我说李爵 李爵收了以后 去顺你暂停 我说李爵收了以后 去顺人王盾 我觉得没必要顺 顺个龙刀啊 我也觉得没必要顺 因为你不要觉得 你人王盾就能挡住许游 许游如果不死 你这个人王盾 是不可能挡住许游的 而且你这个人王盾顺了 他们更好刷国家 他更好刷国家 你把一个龙刀顺了 开吧 开吧 开开开开 而且这个局你可能 记仇 你就不留桃子 把桃子吃就好了 你不用去 你把桃子都吃了 而且这个局 而且这个局 你很可能要被张长普收的 所以把那个龙刀搅了 那个人王盾 真的没啥用了 对 就比如说 比如说国家现在零血了 你真的要把他干死吗 你也不太会干死他 反正他得万见啥的 就随便开了 无所谓的 都是输出 这个局 他们老是说 孙权跳反了 孙权确实跳反了 但是 但是他其实是内在乱打 对 他这么打 他就赢不 你看我昨天那把孙权 我是不是很难 但我也在认真打 他这么打就赢不了了 那边 即便骗到了算牌 又怎么样 你也赢不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个就是 有的局 你觉得你不能赢 不用那么 就不用 取悠感觉 不不救国家 是不是好一点 不不不就不救国家 也有可能死 但是呢 这个救国家 他就摸不到陶的吧 他之前 适财过了吗 我看一看 你得看他之前 适财没有适财 他 他刚才是能摸到陶的吗 我看是那个陶吗 我看一眼 你给我看一看 看一看 如果能摸到就可以 空顶过一次的 空顶过一次的 如果能摸到 就就就空顶 没问题 不救国家好 摸不到的 摸不到就 摸不到就不救了 如果能摸到就救 摸不到肯定不救 摸到摸不到 你救什么呀 你看这个局 反贼还是打得比较好的 因为 就是 这里 生号 就是 许优主攻 反贼 一定要给 跟这个许优换命 换命 对 就是 你看生号 就一套 生号一套组合拳 把许优打得 可以被拔了 对 虽然没有打中 没有打中 肯定是因为 这局生权 打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回到四旋 你就四旋 四排过就可以了 这一把 这个孙号打的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直接 火攻一血 铁锁一血 决斗一血 干了三血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他铁锁了 沙默科 然后把自己打到了丑海 火攻打了一血 还有一手决斗吧 直接干 干到一血 你看到没有 后面 不是 他这个将面 怎么老有鱼 老有鱼类啊 鱼类关了呀 鱼类能关吗 下一把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他的将面老有鱼 应该是能关的 我记得 反正我的鱼类是关的 我不知道他 他是不能关的 鱼类关的 这鱼类 战将方 不是 他怎么老有鱼类啊 我也想说 你分析一下 江面呗 你会选什么 我 我 我会选元素 我不会选元素 我觉得 我 我不会选元素 我觉得 我不会选元素 我选元素 拉几 我选王平吧 还是蔡史词 说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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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选 鲁汁或者橘子 因为这位置 比较靠后 就是 就是 你在这个鲁汁 或者橘子 选了之后 呃 主中 肯定不会打你 我可能会选 鲁汁吧 但是鲁汁就 就容易被人家乐 后者会鲁汁 哎 不是 他乐不会乐你的 不不不 这是香 这是香香主 他不会乐你的 他肯定乐香香的 这个 你比如说三号 是个反你比如说三号 是个反他能得 鲁汁吧 不可能 因为他是七号位 七号位有一手 连路简易的可能性 又八 如果是 鲁汉的话 哎呀 鲁汉的话 这个位置 也可以吧 太慢了 但是结果 因为香香主要提速 反贼就太慢了 你要蹲一轮坑 这香香主 你要速推 你这蹲坑 其实不太好 不太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 鲁汁好一点 我元素的话 只可以去包养 前面被虚弱的反贼 元素的话 其实 就是前之位 比较好一点 元素就可能 就打一两人 就裸奔了 元素就是前之位 打一波 最后之位就不厉害 后之位很容易被打残了 然后你就不厉害了 这个是你分 这个局你分一下身份吧 我看他选什么 他可能会选元素啊 元素没问题 当然你选元素没问题 但我只是觉得 我会选鲁汁啊 分析一下面啊 总领是反啊 二号位的曲优 二号位的曲优 反正就是最好乐重 最好乐住 忠臣的话 忠臣其实这局很难分析 真的很难分析 你是想想你会怎么打 就打东云吧 能打就打东云吧 别的你真的很难分析 杀一套孙炮也没问题 其实直觉上可能孙强和李爵更重一点 直觉上是吧 这个无疑其实像反对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无疑不需要 无疑除了需要连弩 别的不需要装备 这装备有啥用啊 你给他抓上 他也不能分析 那也没什么意义知道不 他其实需要 开始吧 开始吧 不好不好 肯定不好 因为你糊不了 就是垃圾 他上来睡一下 总领无所谓 那就是 他睡谁 随便找个三雪睡一下 他就是过个牌嘛 无所谓 他就找个三雪 不不不 他是看主公的 不是说做反比中厉害 你这不胡说的吗 正常情况下 你怎么看主公的呀 他妈主公逃避 做反比做 这种国家的肯定中厉害呀 不能胡说是不是 主公张张胡 你肯定是中厉害呀 这个许优好像 这个许优啥也没干 好像是疑似内奸 我跟你说 这个许优你可以直接标内 因为他没有杀东西 也没有杀香香就挂机了 他陈略直接扔杀 首先他就不可能是反 他就不想出牌 他不出牌 不用暂停 不用暂停 他就是没出 他谁没打 这个孙权是干什么的 孙权 孙权 他妈好像啥也没干 我觉得我是同允 我把香香的 最后一张牌扒了 不好吗 为什么要给自己秉镇呢 对啊 我也是觉得扒得好 那孙权为什么也 也像一个那样 孙权也挂机 这里李决和吴一是中 直接把这个元素 给打 李决直接跳钟 没问题 我跟你讲 你看 你这局如果选卤之 我告诉你 李决绝对不打 李决绝对不打你 李决绝对不打你 你想一想 哎 就是这个 这个许优和孙权 反正不知道谁是那个 都蹲 有人说一 你选卤之 李决绝对不打你 绝对 绝对不敢打你 你这七号位 卤之 元素果然死了 对吧 就是我这不是马后炮 因为我这局也没怎么看 没看 我就是 我就是提前觉得 我就觉得七号 因为大数据显示 七号位元素 发挥非常差 不厉害 大数据真的是 大数据很重要 大数据显示 七号的元素 七号的元素 确实不如二三四号位 发挥非常差 元素是二三四号 比较厉害一点 我跟你说 元素这个武将 很容易别人就踩一手 而反过来 鲁织二三四反而弱 他七八反而厉害 因为七八 所以说每个武将 不曾到位置 他的上限 你们哪来大数据 我们每天复盘 每天去看 哎呀 我们每天看了这么多比赛 我们还没有大数据 我们大数据就像 我们以前打猪录比赛 每个人上场哪个武将 人家都是有统计的 比如说 你选了十把鲁织 那么你的鲁织 你一选出来 就立马就看出你的身份了 现在已经是全民大数据时代了 你如果不会大数据 对你别跟我 我们大数据就是最可靠的 元素适合当啥身份 元素看位 元素看位置 看任何身份都可以 我不是告诉你的吗 二号二号位 百分之 九十五点 那个七三二是反的 这个确实选鲁织好 因为鲁织 李绝不可能砸你 他肯定不可能 他肯定不可能砸 他就砸东宇 他不会砸你的 绝对不会砸你 这样你就活着了 我都没注意元素 直接被秒了 那这个局怎么 我跟你说 这个局最后 祖宗太菜了 现在我都放到李绝 这里玩了 开护肤风灯 我也放李绝 开护肤风灯 我跟你讲 就是你选将 应该看位置 李绝不是 鲁织七八号位 为什么厉害了 七八号位 就是他这个将 七八号位 没什么人忙 他主宗也不会忙 反正也不会忙 没有定死 哪定死了 我什么时候定死了 我只是告诉你 哪个咱哪选更好 我定死了 对你没问题 但是你的选将方 有比他更好的 对不对 有比他更好的 没有定死 我没说不让你选元素 那你实战过程中 你发现元素 不如鲁织好 七号位 那我为什么非要选 不好的呢 就是比赛 你是为了赢 你不是为了打脸 而且你七号位 选了鲁织 我又没说 你七号位选鲁织 一定是中是反 你是中是反 都可以 就是你这把 就是就很明显 看出来 七这个元素 这个位置反就不利 他是中反而厉害 因为我看 因为我看了比赛 和打的身份局太多了 我对这个数据 已经深深印到脑海 就七号位的元素 有时候统计 没有做表 但是你看过 你会记住 七号位的元素 发挥真的非常差 非常差 你记住啊 七号位元素 其实就跟一个 四血白板 没什么区别 真的 对 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等你动的时候 这把后面 这把这把 我跟你讲 由于元素死了以后 导致就是内战 这个中 就内战中期 就内战中期比较轻松 但这个局内战响应 其实很难 就是我 我是觉得这个局内战响应 一定要一波带 但是 一波进单挑 还是那个话 不然他很难赢 你记住那反非常难赢 但是也不好弄 主要是 主要是个无意上限太高 然后这个李杰能打 你都得打 这个局 内战打忠诚 反正要找机会 寻找机会 前面你可以显示配合 什么这打打那打打的 看起来再配合 关键的时候 你看 这个许优他打无疑半年 还是火攻你孙权了 看见没有 对 你看 你没有想 直接把你瞄了 我跟你说 这个孙权是真的 打得特别差 孙权第一轮 不知道在那干啥呢 不是他全程挂机 你知道不 他就为反对团队 做了什么贡献 什么也没做 就被打死了 对啊 没打死了 主要一看 你不是想 一个火攻 对一个火攻 就把你带飞了 都没人救你 没人救你 反对都懒得救你 当顺心而为 不是你 我跟你说 你在这边 种树 那间就把你打 打死 你这边锋利的打中 那间 那间 那间最喜欢打中树的 对 你 你 你最喜欢蹲坑 我就先打你 你不喜欢蹲坑吗 你不喜欢 打到你不能蹲坑为止 你不是 对 你喜欢蹲坑 我就打到你 不能蹲坑为止 你不喜欢站我的位置吗 我就打你 对 我在这边打中 你跟这话机 你不这叫什么来着 稳坐钓鱼台 前面五个字怎么说的来着 好饭不怕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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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坐钓鱼台 好像不对啊 这个局啊 反正这个局最后 是主红的问题 最后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主内反 这个中间 我又不分析了 中间反正就各种 在那里 你还打这段事 各种打来打去的 这个时候你们想要怎么打 当然这个 像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人敢打那一天 没有人敢打 因为他们都没有优势 反对也没有优势 主中也没有优势 他们不敢打 这个孙昊选择跟那个谁合作 火工自己 他只能合作 这个孙上将加一马 什么八卦战 人王盾的 根本打不动 你这个反对也没有这个能力吧 你这懂 因为董允 因为董允这个将是个控制型武将 董允是不能参与集会的 很难参与集会 他一个控制型武将 这个局啊 孙权还是真的第一轮挂机 特别上 啥都没干 啥都没干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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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孙权 我就干这个李绝了 真的 我要是孙权 因为孙权他知道自己是反 你知道吗 他就完全可以干 你还记得 你们还记得 我开局说了一句话 我说 这个李绝和孙权特别像中 那么孙权你自己是反 那么李绝不就更像中了吗 他有没有 他有这个判断能力 对啊 他没有这个判断 他就挂机了 对 他就没有这个判断 你孙权自己知道 我是不知道你孙权还是反 但你自己知道 对不对 那你 对吧 你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 我跟你说 这个李绝在香香主攻的 对位还真不一定是反 对 不一定是反 李绝这个武将 真的 就要敢选 敢打 有的时候做中比反力还多了 瞬间就能三打五 直接一个狼二 加两个男蛮 或者是紧囊 直接就反对就崩了 七号位卤职为啥厉害呢 因为七号位卤职前面局势 就是首先第一 你不太会被别人打 第二 就是前面局势比较明朗 然后你可以根据情况来给牌 或者怎么样 来来来 来看是怎么操作 就比较好调整 对 他不是六号位 也不是八号位 七号位 七号位是最好的位置 三号位 三号位的卤职 就经常白晚 就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你说你 你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操作空间 而且我跟你们说 香香主 很难看到刘邪跟曹瑞 很难看到刘邪跟曹瑞 因为你 你把牌给香香 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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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香香主 你选一个曹瑞 你也香香 他主要是就是香香主 他忠臣可能会选那种 就是想获得福利以后厉害的 比如他摸牌以后 他厉害的 其实你像曹瑞什么 刘邪什么 真的给香香当中 就不是很厉害 刘邪你上来 你说香香主 在刘邪中厉害吗 真是厉害 你给他密道 真的不厉害 而且你要明白 就是七号位的话 即便前面有刘邪 曹瑞他们会被打的 他们可能就不是空城了 特别是刘邪 对特别是刘邪 因为香香主要是四血 他天命没有天命的威慑 那你也打不到香香 我就打给刘邪 因为香香是四血 那个天命的威慑 一丁点都没有 曹瑞还凑合 曹瑞也真的只能用凑合 凑合吧 比刘邪强烈吧 这里方暂停一下 我觉得这个许优 你几分 你几分钟了 我是不是都21分钟 我21分钟 我等你一会 你到21分36秒 我是觉得他可以直接 我看不见他手牌啊 如果他的手牌可以把孙昊打死 他杀了这个谁 之后回到凉学了 你看这样进入 进入冬云许优 孙昊的局 不是我不知道 这个许优这个武将 你必须知道 他的牌才知道 他打对打错 不看牌根本不知道 打对打错 这个四人局 这个三人局 你分析一下 应该怎么打 这个三人局 这个三人局 我跟你说 在香香 孙昊眼里 许优都是眼中丁肉中刺 他们一定都会去打许优的 那么至于许优你该怎么打 你要看啊 我反倒21秒 我开始了 孙昊打你 香香也打你 那你就要打香香 对 你就打香香 因为香香 对你为止 对 因为他 香香你要看情况 你要你 比如说你看到孙昊打他 就是孙昊 你有时候要悠着脸 你咱俩同步一下吧 要不然就没法说 对 对 我现在是22分钟31秒 你呢 22分零几秒 行吧 就这样 我开始吧 差个几 我现在放一倍四 我等着你 我是 我就22分12秒 啊 没事 我等着你 好 这里 你看这里香香在打许优 那么许优就去把香香压压到一血 你打我 我就把你压到一血 让你不敢打我了 有人说打许优进单挑 那许优就肯定你打许优 许优肯定拦你 你怎么 怎么 不是 不是 你不是 你香香和孙昊都想打死许优进单挑 那么许优一定会拉一个人下水 你要是成为被拉下水的那个 你觉得你能赢吗 就是你香香 你看到孙昊在杀许优 你就要拉 一会一会一会暂停一下 你看现在 你看这个孙昊在拼命打许优 许优状态也已经被压下去了 而且他还挂连弩去打 那个孙上香这个时候不要再杀许优了 对 你一会暂停一下 就现在 就连弩吧 对对 你暂停 对 他连弩杀完以后 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 孙上香是 那就这个状态 孙上香是异血 许优也是异血 到主攻回头 主攻你如果杀许优 那么前提是你手里的牌特别好 要么吃满 至少有两桃 要不吃满 要不装备什么神装起来 你如果啥也没有 你把许优打死 你能打过孙昊吗 你跟孙昊单挑 你如果不打许优 这个局 我问你许优活着打谁 这个神装 四血三排的孙昊 许优是不是要打老半天 他要打老半天 你让他去打这个孙昊 你这个时候把许优杀了 然后反手就是孙昊先手 那么等于孙昊先手 你就赢不了了 你这个局 你杀许优并不是帮你自己 你是帮孙昊 因为孙昊 这个局孙昊 我跟你 我跟你说这个局 对 我跟你说这个局 许优动他也打不死孙昊 你就让他去压孙昊 你若有逃 你这个逃 把许优回到两宿都没关系 对 你看你看你现在 许优只会跟你打无许杀孙昊 他不会再打你了 你睡他 你看你现在 这个你现在这个破逼状态 你现在这个破逼状态 跟这个孙昊站调整打过 不是 孙昊是疯狂的打许优 对 你这时候去拉拢许优 你拉拢许优 许优肯定打孙昊 许优还来打你 许优是不是脑残 许优已经不可能打你了 你就你只要不打 他必打孙昊 让他帮你压孙昊的状态 有人说许优把主 加到疑血 疑血 主有情绪 有情绪那你就输呗 你打牌 你打牌是为了情绪 那情绪就输呗 没关系 这个都可以有情绪 我还是暂停的 我就 我就一句话 情绪只会降低你的胜率 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你愿意情绪可以 你要利用别人的情绪 而不能自己被情绪利用 对 你不能自己被情绪所干扰 你要利用别人的情绪 这个局啊 就是你自己假设 想想你有逃 你吃到凉血 你再睡一次许优把许优回到凉血 那么许优这个时候 他不肯定再打你了 他要打你的话 我跟你说 你就把他喷破 他不可能打你了 因为那个时候 当时孙昊是四血三手 还在连弩在杀他 孙昊特 孙昊的意图很明显 我把许优杀了 跟主公单挑 主公说好 我就把许优杀了 我跟你单挑 你为什么要听反贼的话呢 关键你还没有后手 你啥也没有 然后杀完以后 被人家一顿暴露 比如说你手里有乐 而且你杀了许优 你不收牌 对你不收牌 你这个局 这一手就看出来 香香这一手打得特了 香香这一手缓一下 不要打死许优 让许优去干这个孙昊 你你没有逃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当许优把孙昊打残了以后 孙昊就很可能都不干 你还继续干许优 对这个时候 你就变成了什么 你就有时间 你就有时间缓冲了 那你不是稳坐钓鱼 你都 你没看这个孙昊 有多想插自许优 而且他状态这么好 你就让许优去压他 这个孙昊从走到尾都在打许优 你这时候香香 你要稳坐钓鱼 你要去安抚被打的那个人 这样你才能赢 而不是跟着被打的那个人 去打另外一个人 你打死了 你又赢不了 你自己能看见你的牌 你打死许优以后 你这牌能赢吗 不是许优把主打 身上下 因为主攻打他 主攻打许优 许优平 我就问你 我就不会再打他了 对 主攻打了他 他必须打身上下 凭什么不打身上下 你打我 我不打 因为他想赢 他必须把香香打到一血 这样反 他会去偷主 上次就捉过了 上次就输过了 反正要想偷主 这时候香香就不敢杀他了 对 香香就不敢杀他了 你老让香香四血 香香就搁那打你 就打你 你 你 香香现在是四血四排 你那天 香香也杀他 那许优怎么赢啊 许优就把香香打到一血 而且许优最后有一刀 没有思念 杀的任王盾 对 杀的任王盾 还有说反为什么偷主 反不偷主 反为什么不偷主 主被打到一血 反不偷主 是吧 那不偷 还有说反 孙昊偷主吗 孙昊没偷主 是这一轮 他偷不掉 他比如说 这个地方他有解印了 连伦顿 他不偷吗 还有说孙昊怎么没有偷主 孙昊最后不是把主偷了吗 他只是这一轮没有偷而已 我这刚才那种情况 第一许优杀孙昊没有问题 第二孙昊没有必要打许优 就是许优他 他再怎么压你 他不会打死你 孙昊是那一局把韩明镜 他自己扔了 不是这个这个局 香香一定不要杀许优 因为你手里就有个东西 你帮我一顿挂 孙昊将单挑孙昊 就这种情况 这种状态的方向 单挑方向是劣势的 孙昊是过四 孙昊干了许优两血 一杀家那个什么 你只要拉拢许优 许优绝对就危险 许优那一轮是不可能打死孙昊 孙昊是四血三排 带加一带人王带木马 许优是不可能打死孙昊的 他只能把孙昊给压废 然后你还能 反把许优打成狗 反不偷主 意思是反要先杀内 再打那个什么是吧 他杀内是因 他杀内是为什么 因为主是四血四排 所以他才杀内 如果 偷主的核心就是偷 他看起来再打许优 你这个东西 你能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算 不明白算了 我们开始吧 讲不了 已经讲得很细了好吧 然后我看香香这轮 我开始了 我没开始 想了半天 放了扇子 等一会儿 我他妈还没开始呢 第五局了 我24分12秒你呢 我他妈都放完了 曹 没事你放吧 他没放完呢 你放吧 我已经放了 后面他就打不过孙号了吧 就是个简单 对啊 他们打不过孙号了吗 孙 你不要因为 孙上香单挑孙号是劣势的 因为孙号 孙号那种状态下 孙号是摸字的 孙上香是摸二的 摸二打不过摸字 那一轮孙号是拥了九 所以孙号必有九三 孙号必有九三 就直接把这个打死了 那一轮只要香香不杀死 也不能说赢吧 就至少你的 你是就是比较 比较占主动的一方 不是内杀主到医学 没问题 他就是让主攻去跟他合 我就问你 内杀主杀到医学 主死了吗 不还是内杀死 内没有人愿意去杀主 只有主 是因为你打我 我必须打你 打你是为了我自己生存 不是说我为了杀死你 这把我们到了第四局了 不是这个 第五局 怎么这个 这怎么又有鱼籍啊 不是这个鱼籍 那不你就来手鱼籍得了吧 整个活吧 这个选鲁汁吧 别的都不好 对鲁汁 其实蔡子 刘齐专家建议关了 对专家建议关了 听见没有 专家建议关了 当然你不听也没问题 不听也没问题 我们这个砖是砖头的砖 砖头的 想先去开吧 开吧 想如是 分线价面是吧 分线价面 现在又来了 又来个二号位取优 还是那句话 二号位取优给他乐主 有乐给他乐主 没乐顺 就是拆一担 对 二号位的取优 就是你不要打他的取 要么就乐主 要么就是拆顺他 这个狗上可以标个反 当中不合格 当中不合格 大叔 前志位的鲁汁也偏反 就是三号位 这个三号位的鲁汁 反贼概率是百分之 还有说这七后 是主播特技们 写中跟陆康在这混 哎呦我跟你说 七后陆康 我跟你说 不是怎么怎么还有 怎么还有人觉得陆康弱呢 算不解释 孙权主播七后的陆康 陆康 我跟你们说 不要老是 鲁汁前志位还是偏反的 鲁汁前志位还是偏反的 其实 其实我是孙权 我会认 狗生 上额鲁汁是反 中的话 中的话 其实剩下这一个 就是如果 比如说 如果你是鲁汁狗生 反那你再找个内 内就是沙漠哥或者许优吗 对 对 沙漠哥或者许优 然后中的话 就大中的话 大面积出现在后志位 其实这个局 反正我有乐 我必须许优 对 因为因为 因为我觉得许优就是 我觉得许优就是反内 他最高的身边就是内 内有无所谓一个 对 他打狗生 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他制衡没 没制衡 火攻别打 火攻别打 没必要打 你这个牌 乐住许优就完事了 制衡 这个牌 没必要去 就不乐许优 我知道你的理想是好的 你说许优是中 我就赢了 但问题是理想和现实 往往差距很大 对 牛奶和面包 有的都是其实只能选 你不要觉得许优 你不要觉得许优是终于赢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许优是反 你就死了吗 你就输了呢 你看 许优是 你还是暂停一下 你觉得这个孙权应该怎么打 我说孙权 我就乐一下许优 甚至都制衡了 也不会火攻的 对 乐一下许优 甚至要来都全部制衡了 没什么火攻的 当然你可以想强势一点 挂武器 杀一道寻臣 然后再制衡也可以 但是火攻不会打的 没意义 火攻是绝 孙权是绝对不要打火攻 开局不打 你用两张牌换了狗胜 我知道他的意思 其实他没乐许优 就是他觉得许优是终 我们就赢了 所以我打的奔放一点 但是你要考虑许优 他就 这个项目说话 我真不认为 这种局 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 二位如果许优是终 反贼这个狗胜加鲁池 是绝对不会打 对 他们绝对不会打许优 你把许优乐如 他们也不会打 我们不是马国胖 如果许优是反 那乐住 那你就血转 乐住是终 这个局 许优被乐住 那么这个场面 你就绝对不可能死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局 让许优一动 然后他把这牌都给许优了 这个牌如果都给狗胜 那效果就差很多 比如说许优被乐了 那么他就把牌给狗胜 狗胜就给了 狗胜就给了 狗胜 其实狗胜你不用怕 你就是大局 知道吧 所以你别打火攻 你整个大局 那说明狗胜就选的好 你想过没有 一个破狗胜 你不至于被他吓到 对吧 你是针对狗胜 当然狗胜是垃圾武将 但是呢 你不能被垃圾武将所迷惑 对对对 就是那天那个许优主公 二号位是个王允 他把火攻什么 一顿干王允 你跟垃圾武将换命 你反你主公跟垃圾武将换命 你血亏 你不是血亏吗 对不对 是不是血亏 这个这个南蛮张伤火8号也没有卖血 他肯定可以卖 对他肯定可以卖 他这里南蛮必卖的 因为他是中 他反他可以不卖 中必卖 主公是他那个南蛮必卖的 反正不会打他的 不会打他 你卖他也不会打你的 卖也是打生权 你看这个局 你第二轮如果没有乐 乐住许优这把不是已经 对 第二把没有乐 哎呀 这个这个拆 其实我都不太会去拆了 真的 我只拆已经赢不了了 拆已经赢不了了 拆已经赢不了了 拆真的赢 必须要找一手乐 乐上许优 你拆一手 要么就把许优打死 你拆 你拆一手狗胜 已经没有什么打 是不可能打死的 他是想这个孙权顺着连弩 张伤舞顺着连弩 拆是真的没有用 他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想杀死这个狗胜 然后 不是 想打死狗胜 然后那个摸牌 想想多了 这不已经输了吗 别说 开局 许优动就输了吗 对呀 许优没被乐 已经输了呀 第一轮乐住 许优就好打很多了 这个局第一轮乐住 许优就好打很多很多 这个局许优哪怕是忠 你乐住了 有没有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许优是忠 群臣跟这个狗胜 跟鲁直不会打 他不会打许优 他为什么要打许优 绝对推不死你 绝对 我不是马后放 绝对 这样你后面 而且前面 许优被乐 内奸还会出力 绝对会出力的 内奸不可能挂机的 孙权主 这个局主公 就是荒业小姐太想 使用 太想使用 使用 就是还是一个问题 孙权主公的二号位的使用 就直接乐上 如果没有乐就拆顺他 然后不打他 不要打他的血 就打他的手 打他血没有意义 他是打你的 你说会把他打死 那你那你你又不敢打死 不要告诉我他妈的曹丕主 你选择丁凤反的 你想干什么 他面也是双杀家翻面 对 丁凤就是明忠 忠尧 忠尧基本可以标反 因为曹丕主 这个奶奶的 基本上都是反 对 因为忠没有 你曹丕主忠选奶 干什么呀 奶谁呀 这个八号位的这个高干 我觉得也不像反 就是偏忠 但是由于是八号位 所以只能待定 所以先不管他 其他的这个许优 许优是比较像中的 对 这个张川普比较像反 比较像反 当然也不能说 张川普不能当中 只能说他比较像 当中也没问题 好吧 我们只是分析 这个就唯一能分析的 唯一就是丁凤和忠尧 这两个 其他的一切都有可能 所以说你为了保持盲队的 准确性 你反的就盲丁凤 辅公就盲忠尧 丁凤和忠尧 这两个是肯定能确定 这个你要确定不了 那别的我们也不搞 别的也不能马虎泡 别的也不能马虎泡 因为他有能力 他没有好的 但是一个张老师 他是没有问题 上一刀和上帮哥 上帮哥开悟 看能不能找个刀 找了三距里的刀 可以 这边之爷拿拿蛮了 你看 你看丁凤拿拿蛮的速度 是不是极像中 就算反对想扣拿蛮 他也是 他也是要思考一下 反对想拿蛮 他会思考一下 这里这里直接酒 这里中瑶也直接给这个沙摩哥 可以的 没问题 因为二号也开了个五风灯 对 二号也开了个五风灯 对 这里 这里 对 这里直接打钉凤 没有任何问题 有一说一 这个闪电 没必要挂这个过牌吧 那你过就过吧 过吧 这个 这个直接打钉凤 没有任何 你看啊 这个地方 你暂停一下 你暂停一下 我觉得这个桃园 没有必要 你是什么 你说 把桃园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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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个 留个闪电吗 哈哈 我的意思 就留杀杀杀杀杀 他扔 桃园 没有要的 ceux mechanism 真的到,这个局逃避,你这个位置很难开草原啊,而且丁凤明的拿卖入区,明的拿卖入区,是的,开吧开吧,别再开,草原不要留,你觉得,老婆,你对我说的对不对,我不是说什么,这里,这里丁凤放凉蛮,张张宝没卖血,其实都有点跳反了,对,老杀可以九杀逃避,这个你肯定杀丁凤,你为什么非要九杀逃避呢,九杀逃避干什么,为什么杀逃避啊,有兵吗,不用去九杀逃避,你打他肯定吗, 他这里第一番翻张张宝也没问题,第二番翻中瑶也没有问题,第二番翻中瑶也没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南蛮为什么要掉血呀,对,南蛮白掉血了,南蛮为什么要慢血,你不能下次摸三嘛,之前多了点杀比较好,记住了,沙漠这个主攻曹丕,你一定要好视血量,这个血肉是中的,第一,桃源不该留,第二,南蛮直接出杀,你出两个杀,他还不敢杀你呢, 是的,你出两张杀,他就不敢杀你了,哎,这个失误很大,我告诉你,是的,就白掉一血,这只血白掉了,白掉一血,你出两张杀,我就问你,金风敢杀你吗,他已经摸三了,他又来个南蛮, 他先不可以拿南蛮吃他菜,他不管,对,他先不可以拿南蛮吃他菜,对,第一番翻张长谱,第二番绝对不能翻石油啊,绝对不可以翻王明啊,行吧,他也翻王明也可以吧,对,翻的这个主攻翻都没问题,直接跳钟,然后高盖跳了一双牌,我跟你说,这局有人吃红牌了,一会你们看了,我觉得这个人吃红牌真的是,以所应当,必须吃红牌了, 叫,什么当然,他也来一双南蛮,我都放在高盖了,你是真的蛮,你老可这放平,你都到高盖出牌了,是吧,我都到沙默哥出牌了,沙默哥这里被乐,被,被,被想念,你怎么这么快啊,因为我不暂停啊,我问你,你是高,到丁凤了,你是高盖,你是这个酒杀,你会杀谁,我是高盖,我铁杀王平啊,我杀这个,我告诉你,高盖这里其实是失误了,你杀沙默哥啊, 就是,沙默哥即便死了,也不能给你们主宗带来任何收益,任何优势,你这个局,这个王平是从来,这个王平是从来没有动过的,你去打他,然后让这个后面,你甭管许优是内奸,还是丁凤是内奸,让他们有收王平的欲望,他们一旦收了王平,你们就有收益了,这个沙默哥已经中兵了,他没什么用,所以这里,就算王平有闪,你要打王平,你打了王平以后,后面内奸,他也会, 去打王平,另一个中兵也打王平,你只有把王平打死才能赢,只有把王平没有,就是,就,就,就这个局,你把沙默哥打死,你是赢不了的,因为张昌浦,王平,钟瑶,这么多排动,你们还是输,你打沙默哥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沙默哥送给你们,我跟你说,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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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放,你放到丁凤出牌了,虽然说,这局丁凤吃了红牌,但是我觉得,高, 我是高,就是高,还是高干打沙默哥这里,出了问题,是的,到丁凤出牌了,你不要觉得王平一堆牌,他就怎么怎么样,你看,就是,这个,到丁凤出牌,丁凤这里,直接去收这个沙默哥,然后还去九杀,我跟你说,你暂停一下,你暂停一下,你暂停了没,丁凤,九杀许优这个地方,丁凤这里就是跳反了吗,丁凤这里就是反对,丁凤,九杀许优,我当时在直播间我就说了, 他九杀许优,主中必输呀,对,主中必输,他这,他九杀许优,主中必输,他这里必吃红牌,还有人说跳内,还有人说这个,跳个鸡毛内,我就,我就,我告诉你,丁凤,丁凤现在就是在跳反,为什么,他把,发默哥收了,等于他收,收队友,同时去干了一个忠臣,然后,然后后面反贼这么多牌,联动,就反贼友,你不就是,黄平七牌, 没有动,没有出过,中谣五牌,中谣五牌,张长谣五牌,张长谣五牌还没有算数,还没算数,这个局,张长谣五除非中闪电,让许优动,张长谣五只要不中闪电,不是,你别跟我讲中闪电,怎么,你是谁,你是诸葛亮吗,知道他中闪电,对呀,所以说许优死了,怎么赢,不是,我就问你,你九杀了许优,许优死了,这个局你怎么赢,你拿什么赢,你靠谁来打输出,靠高干吗,还是靠医血潮逼,你别说靠医血潮逼,医血潮逼,马上就被三个反对干 这个局,我要是他,我就,就首先你杀,首先,我跟你说,所以说高干打了那个后遗症就出来,如果他打的是王平,那么丁凤就,这个丁凤肯定会九杀王平,丁凤就会打王平,王平死了,你们第一,你们可以收拾,第二,就是后,就是马上要动的反对会减少一个,那么你们压力会小很多,而且这一回合,就算高干没有杀,我也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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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默科中兵了,他没有任何威胁,一旦曹平拿到王平的牌,就很可能还是能把杀, 沙默科打死,所以这个局,对,主攻一族血,你丁凤就直接九杀王平加沙默科,所以这个高干一定是杀王平,不可能去杀这个沙默科,这个沙默科有什么意义呢,杀他,我的意思是,你导致,你导致那一间,你导致,他没有技能吗,不用征牌啊,对,他不用征牌,他直接就能拉上了,直接杀王平沙默科不好吗,取悠三血没关系,你空场有的是机会,早着呢,这个,丁凤这一首,九杀沙默科和九杀取悠,在我呀, 丁凤就是跳反,就是反贼,不要说跳内,你就是反贼,你干的就是,全是反贼的活儿。 我,我当时,我当时跟丁凤说了,我说,我如果是中瑶,我有一百个桃,我都不救沙默科,我偷着乐呢,送给你,沙默科送给你,白送给你,我一百个桃,我都不救。 你,因为你都内奸,你都跳反了,你都跳反了,我就让你说,我们现在是一伙的,对,现在我们是一伙的,我让你收。 这个,这个大局官是真的,对,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看看张张普,王平,钟瑶洞,你控吧,你给我控。 对,张张普,王平,钟瑶洞,你就,你就凭收沙默科那三张未知牌,你能控得住吗?你收沙默科就是三张未知牌,别的啥都没。 我发生,我当时,我没有买好棒,他这一九杀,我就说了,他九杀,他九杀,他九杀,许优主,就是,主中,就是反贼,要送反了。 就是,就是送反了,这个红牌吃的,一般来说,内奸,一般内奸不会吃红牌的,但是你这个就是,但是你内奸直接跳反,对,你直接跳反,吃红牌。 你看,不是,这局你看见没有,钟瑶都没有动,主攻就死了,就是,就是张昌普加王平,王平也没动,主攻也死了。 不不不,王平动了,你别他妈胡说,王平动了,王平动了,就是,张昌普加王平都已经把主攻打死,这个钟瑶还七张牌没动了。 所以,所以你的控场就已经严重失败了,就是反对都有一个人没动,主攻都死了,你是不是控场严重失败? 严重失败啊? 就是,连反对都少个人都把主打死了,你是不是严重失败? 你看,现在你怎么赢?张昌普把许佑打死了,怎么赢?张昌普就是没有打死许佑,许佑一排,能干啥? 能干啥?能干啥? 然后,王平,钟瑶这么反手,还是输。 钟瑶这么多排,你觉得,哎,真的。 你,你觉得好像你杀了许佑在控场,我跟你说,反贼只要确定了优势,直接把你推死。 这就是典型的鼠人头打法,鼠人头打法,就是,就是,哎,死了一个反贼,还剩三个反贼,加三个组中,我杀一个组中,我也没打死,对吧? 正好你们还是3v3,但你要看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3v3吗? 实际情况在我看,实际情况在我看,反贼都已经千军万马杀过来了,反贼,这个丁峰,是既希望许佑干活,又希望许佑,就是,反贼已经千军万马杀过来了,你,你们就三个人,人家已经那么几千个人杀过来了,你能打过会儿? 这个许佑又不是神,我真的是作业了,他是神吗?有这么恐怖吗? 不是,许佑他能把那个七排的钟瑶杀死吗?能杀死吗? 对啊,他能把这个七排,而且七,这个,这个有一局,那个,这个,这个,中瑶有一个名的黑飞机,南蛮如青他摸到了,中瑶,最少的好几张,而且张长普,而且张长普还要动,张长普是先动的,他一定会把许佑的状态压下去的,不需要你啊? 是的啊,张长普,而且地轮被翻的,这个局先。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局,你就算九杀高干,都不可能九杀许佑的。 对,你九杀高干,都不可能九杀许佑,你必须需要许佑出来干活。 你九杀高干,让高干把那尸体送给曹丕。 不是,我来,我总结一下这个局,首先,主持角的沙梦克和桃园留的没意义。 留的没意义,不好。 这要于留杀,第二,南蛮如青,直接出杀。 对。 知道了? 然后高干也没有去集火王平,高干没有九杀王平,就杀沙梦克就是白杀。 他必须要集火王平,让这个内奸也去打这个王平,他们主中才有机会,不打这个王平,你们没有任何机会。 然后就不用说了,正常操作嘛,就是第一轮,其实第一轮的许佑操作很,操作空间很小。 他是,他没有包养,又被这个什么压制,因为又开了两个南蛮,他又出了杀。 说实话,他就过过白,第一轮没有爆发的,由于说一啊。 是的。 对吧,然后这个丁凤就直接九杀王平加沙梦克没关系,你就把他们收了,你收了两个法,假设,首先你不可能收掉王平,你要能收掉王平,那就不可能。 这个丁凤必吃红牌啊,这还能不吃红牌的,真的。 还有沙梦克没啥吧,留两个陶渊,我跟你说这个局,这就不可能放到陶渊。 留两个。 对,你会卡位置,因为沙梵主公他会卖血的,沙梵一般会卖到两个血的,沙梵会卖血的,沙梵会卖血的,你沙梵是血亏的,沙梵就是,你不要当忠诚人都是傻逼,就不主公不掉血。 你要记住这一点,这个沙梵是没有意义的,你虚抱。 感谢奶神的二十个大器,非常感谢,谢谢奶神的二十个大器。 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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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局。 真的,真的,这个打牌是,这个丁凤这个玩家才猜了,这是个打牌的大局关,脚屎棍,脚屎棍内,真的,这种内战最烦的,这种内战就一定要被他叮到这个吃辱度上,这局是内奸了,我看看啊,那间许优呗,这个许优没问题,而且,而且耗的这个许优玩的挺好的,那间许优,当然你沙梦克那也可以, 我,我可能会选,看你自己绝活吧,比如说,你绝活是许优,你就许优那,你绝活是沙梦克就沙梦克那,我都是绝活,但我会选沙梦克,沙梦克四十个,看一下匠面啊,飞行一下身份。 呃,你看啊,这里面是找辅助啊,无意义,你看这么,这个狗胜直接标反,没毛病吧? 人家叫寻沉,但是我们叫狗胜。 不是,这个匠面狗胜直接标反,没有任何毛病吧? 我,我其实还想说,他为什么总是喜欢些狗胜,老炮杯,这是B组,就是分最高的,对,你给这狗,狗胜给这混,狗胜混。 有人不想赢,我不说是谁。 你看,你看,这里面有,你看,所以说,你看这里面有四个辅助,刘邪,曹瑞,郭家,马良,对吧,虽然你主公是特别希望这些辅助都是忠的,但只有两个忠。 对,还是那句话,现实和这个你的梦想的差距很远,那么这里面不可能,四个人来辅助你。 对,你不可能这四个全,那么这四个里有反,那么你觉得,就是,他当然谁都有可能是反,你,你当然就无意义,杀郭家是必须的,就是你肯定要杀, 另外,我想说一下,我,你暂理一下,如果郭家是反,其实,其实选的不好,就郭家,郭家如果是反,你不要选郭家,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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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郭家的意义是,主公是来杀你一刀,然后你给牌,你又不一定能给对。 这方我讲一下,郭家这个幅度强,给牌是把的,定向给,就是,给沙漠科武器,给生权,给许优是要可怀厚度,给无疑,给连弩。 你会发现这个价面,好像能给的人只能给许优,这别的都不,所以说国家并不是因为给牌厉害,而是因为给定向的,别的,别的好像都不配给给牌。 就是,你是个反,他杀你一刀,你是亏的,你是亏的,我跟你说,你是亏的,你不要,你是反,是主公杀你一刀,你不也是杀你吗? 就是,你很简单,有人说他没有杀到我的队友,他怎么,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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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到是反了,他没杀到队友,他杀一个狗胜又怎么了? 这狗胜怎么,还是一个话,就是,反选,其实真的,反选其实很多,反选其实很多人自降强度,自降强度。 真的是,你不要为了去搞对面心态来手反选,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你,不是,你的选家花有国家,你就选一个厉害了,你, 你,你不要选,因为他别人又选不到国家,你把国家一埋就完事了,别忠诚,忠诚又选不到国家,对不对,袁绍主选国家反,袁绍主选国家反,你有别的,袁绍主选国家反,肯定可以,因为袁绍,为什么袁绍主国家反可以,因为袁绍主反贼有什么,什么那个,鸡康啊,鸡康啊,神兆云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可以给他,对不对,这个就是,就很多情况下,比如, 没有许有主公,你反选,不要选国家,没意义,没意义,这种,当然,有人说,那以后,许有国家就民众,是不是民众主公都会杀,对,是不是主,是不是主公就杀,杀你了,主公必杀你了,你反选的意义,就是没意义,你看,你看,你看,这里,这里,这里杀他一刀,就是,你,你等一下,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他杀了一刀郭家,然后郭家把他给许有,其实,我,我能理解他给许有,因为这个局啊,就是, 这地方,你,你暂停一下,我暂停,我本来,给许有没有任何问题,给匪于,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就有人说,狗盛是民反,可以给狗盛, 但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郭家卖的牌,给了狗盛,你觉得反对能赢吗, 你觉得反对能赢,他不配,你给了他,他也赢不了,首先,马良不可能给,马良不可能给,刘邪曹睿你不敢给,因为这里面必有忠, 刘邪更不可能,因为曹睿在你后面,刘邪曹睿里面,要么俩忠,要么必定有一个是忠,所以你会给错,你不可能给,孙浩你更不可能给, 说实话,这个局,我跟你说,这个局,郭家给许有,这是被逼的,就是, 为什么不能给马良,哎,你挺会钓鱼的,因为,因为这个局,我跟你讲,如果许有不是反,反对,就绝必赢不了,就必输了,就输了,绝必, 你说我是国家,我就直接给两张牌,你给狗盛是绝对可以保证给对的,但是赢不了,没有鸟用,对,所以这个给牌, 你看他给,你看他给许有给了一个,麒麟宫一个桃园,这麒麟宫桃园给狗盛是什么用的, 有什么用啊,给许有可以送,我到刘邪回合了,刘邪拆国家没有你,刘邪,刘邪跳中是吧, 给马良稳定三盘是吧, 他乐住,他说反正你给了,我先乐住保护一下,这也没问题, 直接拼狗盛,这个拼点,这个循迟,如果是中,可以把拼点,但是给无一,可以把拼点的人还给无一, 但是他不能找无一再要一张,他不能再找无一要一张,好,这里,他说个大K啊,反正狗, 马良反,他这个杀一刀是想,他杀一刀是想让许有出乐的,他并不是说想去杀许有, 我跟你们说,这个局又不是反,反肯定输了,你就这么,反肯定输了, 这个局当马良跳反的时候,曹锐就是中了, 对,曹锐就是中了,这个总能分析出来吧, 说真的,说真的,他去杀国家,国家也只,说真的, 我说白了,就是这个狗盛和马良选的垃圾, 真的,就是你们两个选,你们两个选的垃圾, 导致他没办法,他只能给许优,因为给你们俩, 第一,马良给不了,第二,给狗盛,没用,白给, 有什么,你给马良,你看国家给许优的牌, 国家给了许优三杀,这三张杀如果给到狗盛, 也请问有什么用,就是扔,这个许优要真是反不就赢了吗, 你看这个陈略的牌,他可以扔红桃, 他这个杀也真是,他可以出两张杀也就, 对,但是他,但是他,但是他就是故意不出两张杀, 没因此内吧,对啊,他是内啊,就杀一套主攻嘛, 其实我当时觉得许优有可能向内, 但是国家给的没问题,国家给的没问题, 就不,你不给许优,你怎么赢啊,你给狗盛吗, 我跟你说,给狗盛只能就是证明你, 你可以给队,但是没有卵用, 这个局给许优真的没问题,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这个局给许优是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说,马良喜欢的瓜皮, 我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狗盛不应该杀孙昊啊, 就是即便退一万步, 就杀那对啊,对啊, 即便退一万步,孙昊之内许优是反应要杀刘谍的, 因为你们没有优势, 你们, 不是,那关键你打内有什么呀, 你们没有优势呀, 我跟你说, 这个许优一堆牌就出了一张杀, 明显是内, 对,明显就是内, 不可能杀了, 他不可能杀孙昊, 对,明显就不是法, 他不可能, 没办法, 这个局就输了嘛, 你们反对就一帮瓜皮, 马良狗盛, 导致国家根本都没法分牌, 就别救了, 直接收了, 你救他有什么意义呢, 你救了一血二两牌, 用一桃, 那你收了不也直接三牌吗, 你们是雪辉吧, 当曹瑞把这牌给过去, 你们就已经崩了, 就是, 前队位留鞋给, 后队位曹瑞给, 前场一个乐不住, 我就问你们, 你这狗事马良有啥用, 有啥用, 不但没用, 还副作用, 导致队友没法分牌, 我跟你们说, 对呀, 他刷乐, 那死了不也是三, 有人说救国家是刷乐, 他死了是三张, 死了是三张, 就是两张, 哪个出乐几率大, 也许下一张就是王牌哦, 对不对, 听过这句话吗, 下一张才是王牌, 别选这种东西, 这啥是反应, 这有什么用啊, 不是, 无一主, 这无一主, 你选马良和狗胜, 就跟那魏炎主, 你选马良狗胜一样, 一个这就等着死, 是吧, 被砍, 我跟你说, 无一主, 我反的就, 很简单, 就速推, 速推, 你跟他对报, 你就干他, 你别选这种又脆又磨磨叽叽的, 有什么用啊, 因为无一主是好奇主公, 他要等牌, 这里面反贼选的合格了, 就是孙昊, 别的都不合格, 垃圾, 等个鸟, 你是反贼, 你跟他等等等, 你给他头都打爆了, 你给他等, 你们要知道, 无一这个价, 你拖的时间越久, 他越能打出上限, 比如说, 比如说无一第一轮打出上限的概率是10%, 那么第二轮他打出上限的概率可能就变成30%, 第三轮可能就变成60%了, 第四轮可能就变成90%了, 你越拖时间长, 他越容易爆, 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记得, 有一把就是那个吃货来来吧, 无一主攻, 忠诚死了, 最后就有一个内阶, 但是他是无许, 最后他还是让他连赌直接赢了, 等了六轮还是七轮, 这局反对于就活该数真的, 就三个选将不合格, 就输了, 这个局我是国家, 我肯定给许优的, 不是, 你选, 我跟你说, 你选马莲和狗胜, 你就是瞧不起无印, 你就是你垃圾, 你根本打不死我, 老子瞧不起, 就像你二号位选徐, 对, 就跟你啊, 就跟你许优主二号位格格, 徐氏反正你垃圾, 我不怕, 那你就垃圾吧, 反正你就被卡, 瞧不起就是什么意思, 就瞧不起别人, 你就先, 你就被别人打脸, 被乱刀抗死, 这个, 这个局郭东逢记, 主公你会选什么, 等我还没看, 我看, 我看许优可能不好, 我还没放, 我还没看的, 我看一下, 最后一局了吧, 我没有距离给狗胜, 狗胜杀一刀, 是吧, 嗯, 我看看他有什么, 反贼啊, 看许优把最强嘛, 也不是, 你也不是说许优好不好, 他过头许优他强度在这摆着, 李绝的话, 你这位置, 李绝这位, 李绝这位置太靠后了, 容易被打, 然后, 这个是六号, 我可以选李绝, 七号我就不配, 就不推荐了, 八号就更别说了, 还是许优强度高一点, 这个有一说, 郭图这个, 你分一下降面吧, 分一下降面啊, 蒋干反贼不用说了吧, 你想要这个蒋干是中吗, 有一说一, 现在开始整活了, 蒋干是反, 刘表是内, 对吧, 这没毛病吗, 对, 正常对, 这个二号位高干, 我觉得也是反, 因为他想什么主攻, 比如说, 急攻什么的, 手里就一张牌, 两张牌去决斗他, 高干是反, 其实庞统, 庞统我也觉得像反, 八号位庞统, 这个下面, 我一开始分析的, 我是觉得李绝, 李绝是中, 然后袁树张星彩出一中, 因为我说李绝太靠错了, 袁树张星彩, 李绝像中, 袁树张星彩出一中, 不错, 大概是这样一开始, 他就说庞统是中内, 不是主攻是一个郭度房纪, 主攻郭度房纪, 八号位庞统是中内, 你这理由是什么, 你给我个理由好吗, 能说服我, 这需要这种中吗, 哎呀, 这个局怎么, 看吧, 来后开开开, 看给我怎么打, 开吧, 开始吧, 开始吧, 这有个人说, 这个郭度房纪, 不是, 这高干一个人瞎打, 看, 我给你说这个蒋干, 我跟你说, 就是老炮杯的主力是干干干, 但是当两个干在一起, 他就干不了, 蒋干就跟这送, 蒋干配高干, 就等于干不行, 自己把自己冲了, 你干, 就你想个蒋干, 那就干你咋了, 最弱, 谁对, 你们就记住, 老炮杯谁最弱, 谁别干, 这上面, 对对对, 你们记住了, 主攻就忙最弱的, 这你蒋干最弱, 就干你, 你三血, 你用弱, 你用三血脆皮, 不干你干谁, 不干你干谁, 你不知道忙谁, 就忙全场最弱的那个人, 好, 一顿干, 蒋干最强是吧, 蒋干最强, 一推七, 对, 蒋干一推七, 你开视频去吧, 好, 这个, 这个高干, 直接决斗了, 然后被诬陷了, 绝对被诬陷, 我都没注意, 他绝对被诬陷, 他就是烦, 然后他直接乐张星彩, 然后方天三杀, 不是, 你方天三杀, 你杀郭徒干什么呀, 不是, 你方天三杀, 你杀郭徒干什么呀, 哎, 等一下, 这里他这乐还是有问题呀, 乐元素呀, 你甭管元素是什么, 元素是个满状态, 你让蒋干动一下, 你看主公就剩一两牌了, 他去偷一下不香吗, 不香吗, 乐元素呀, 哎呦, 还有这个摸牌, 你摸牌, 他去直接拆别人, 这个不乐元素真的, 我就不能理解, 而且还杀庞总, 他认庞总是中, 我还以为想干事内呢, 他认张星彩, 庞总是中, 我也不知道是打人家的, 然后全都动了, 三号的元素, 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说的是二号元素, 记住我们的大手机, 我们说的是二号元素, 不是, 不是, 这个高干他认为, 张星彩和庞总之中, 是怎么认为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呀, 你说高干干, 就高干搁这, 哎呦, 蒋干没了, 对, 你乐一下元素, 元素真还是反, 让蒋干弄, 把你蒋干, 喜欢干是吧, 我跟你说, 蒋干这个牌, 去偷一下锅图, 很爽的, 这里他去砸张星彩, 是因为他觉得高干是反, 觉得庞总是反, 所以砸了张星彩, 那是你, 你会砸谁, 吃我我就不砸了, 不砸是吗, 因为, 因为这个局, 说实话反正就烈士, 你, 你也不知道谁是内, 你就老老是呆着吧, 这个双湖中, 为什么不开双南满呢, 他不敢, 他怕那个谁, 他不敢, 他把高干使, 把那个虚报一下, 把头都吃了, 可以了, 这个庞总, 然后跳了一首粥, 对蒋干出技能, 确实是归翼啊, 当你出场的时候, 你可以为敌人, 送上三张牌, 对吧, 当你出场的时候, 当你登场, 方便, 就是, 啊, 这个庞总开始连连连, 这连上没问题啊, 有省殿吗, 这个挂省殿的, 不就是内奸吗, 打不过了挂省殿吗, 却身为怨, 重振朝刚, 当然你也不能说他挂什么, 你还错啊, 他毕竟内奸, 他愿意挂他挂了, 你们发现, 没发现高干这个决斗, 被无限有个次的傻子, 顺应天使, 玉玺命主, 都必得天下, 他们, 他们打的咋样, 我跟你说, 光哥在我直播间, 问他们打的咋样, 他们就不配, 第二组, 不配第二组, 他们不配第二组, 打的不好, 因为这边是, 这边都是蒋干, 本面好像批了, 蒋干高干, 那个叫什么来着, 狗胜, 狗胜, 就这些, 明天你明天, 张星才, 张星才觉得自己被乐了, 就就内奸去了, 这无所谓吧, 反正, 反正也没办法, 这里, 这里我, 我跟你讲, 庞总涅槃一定拿看破, 除非你手里全是红, 你手里有黑, 必拿看破, 为什么, 因为主攻现在是凉血裸奔, 你保主, 保主攻不死, 这里必, 这里必拿看破, 这把拿看破, 就立大功了, 拿看破真的是立大功了, 不过元素应该有桃, 我没看, 但是他, 但是他打了两个无戒, 没有这两个无戒, 主攻就死了, 真的很可能死了, 这个刘表没拆掉黑啊, 他其实是两黑一红, 把红拆了, 对啊, 这个元素的无戒打慢一点, 你打不了, 对, 你让庞总先打, 因为庞总的死活不重要, 这里放弹板, 这里庞总有两张无戒不要打, 就自己到医学也不要打, 因为你巴不得, 对,自己掉不死就疯狂的, 因为你巴不得李决来打你了, 你看, 这里庞总有两张无戒, 那不要给自己打, 绝对不要给自己打, 你要给自己打, 这个决斗就打中了, 就是你不用给自己打, 你死就死了, 无所谓的, 你看这个就是很好, 就自己掉的一卷都无所谓, 但是庞总还有一点有问题啊, 就是你看他连啊, 你看最后那个他连, 他这里不要连自己连元术,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连元术吗, 因为你连元术, 元术他只要一个, 比如说郭土有火杀, 就火杀杀过去这边就都死了, 那边藤甲吗, 你不需要什么九火杀, 而且你不连你自己, 这样主攻不会裸奔, 你别让主攻裸奔是吧, 所以他应该连元术, 你连元术, 对, 他连元术掉一卷, 包括你看后面, 你就知道连元术更会有用, 因为他庞总连了自己, 不可以杀杀元术啊, 连元术啊, 郭土有中心杀可以杀元术啊, 因为郭土杀了你, 他自己会裸奔, 他会裸奔啊, 你让他裸奔干什么呀, 金凤是没问题, 他是内奸, 他是打的, 金凤那个选将我都不分, 就是打的问题, 金凤其实没有那么关键, 他被杀死了, 他被杀死了, 你看他这个白连了, 你看后来元术摸了个火功, 得亏火功重了, 不然他没连元术, 这就伏笔了, 就是最后那种庞总, 他连的自己, 他这里应该连元术的, 你看最后, 你看最后, 最后元术能够乐火功, 如果你连的, 当时连的就是元术就完美了, 你看你这里火功, 还有可能功不中的, 是的, 你当时, 你当时如果连的元术, 还是因为元术直接, 先把蒋冠给打死了, 对, 然后乐上这个心, 这个局势, 就是这种功, 就是他8号选一个庞总, 可以理解, 但是你反对自己, 直接把蒋冠打死, 这个局高干, 这个局高干毕乐元术的, 你要让蒋冠冠的, 对啊, 毕乐元术, 那个主公只有一张牌, 我跟你说, 那蒋冠很好操作的, 搁那儿偷两下老爽了, 对啊, 不然你人家蒋冠冠出来干嘛呢, 主公郭徒都赢了, 然后主公许优那种赢不了, 主公郭徒都赢了, 哎, 我刚才看蒋冠死的那会儿, 那牌还挺好的, 我看看, 我都没注意, 蒋冠死的时候, 蒋冠冠了万箭跟过拆, 还挺好的, 这个蒋冠就是直接杀, 星彩和庞总, 他就是说星彩和庞总, 必须是中, 不是, 你有这么高的水平吗, 我都看不出来, 你都看出来吗, 就星彩庞总必须是中, 这俩必须是中, 就别人不能是中, 这扯呢, 首先元术就可能是中, 其次比约也可能是中, 你觉得就不能当中吗, 你却绝对可以当中, 高干有什么用, 高干就决斗嘛, 他有什么用, 他被无限了嘛, 他俩个决斗都被无限了, 哎呀, 说实话, 我给你感觉, 我说今天, 就是一盘比赛中有几个人混, 今天有俩混的, 今天有一些, 比如说狗胜的这种, 还有蒋干这种, 就不要选了呀, 这种你平时玩的将, 这狗胜蒋干是平时玩的将, 你平时玩我也不反对, 就你可以玩, 但是比赛就不要玩这种将了呀, 比赛你玩这种将, 比赛玩这种将很惨的, 真的, 被各种被一只暴打, 你比赛玩这种将, 你就被别人坑, 不是, 你就坑别人, 不是被别人坑, 你就坑队友, 被一只暴打, 真的就是坑队友, 有一说, 你要让他们再练习啊, 他们明天不是还有要打的吗, 有啊, 他们, 我后面我也会下去练习的, 我今天我不练习, 让他们练, 就你后面, 你也会练习的, 你光哥下午也练一下午啊, 就是, 这个态度我们要拿出来的呀, 太队了, 你开个房, 我开了呀, 我开了, 我就请你说了, 浩神, 你今天什么问题啊, 浩神, 浩神, 你今天多少分, 你今天多少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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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复盘都复盘的是思路, 其实细节出盘的时候, 我们不爱讲, 老孙头嘛, 老孙头来了, 老孙头来了, 好, 咱们看看老孙头打的怎么样啊,